睡眠倾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杜晶晶 西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睡眠倾这种患者可能往往表现中 夜间他的睡眠质量比较差 他比较容易醒过来 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一晚上好像没有睡得很踏实 会有头昏头尘 可能会伴发全身乏力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 对于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现代人 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不是很好 比如说他有长期服用浓茶 咖啡 酒精这样的一个嗜好 包括一些男性同志 可能吸烟的量比较大 喝酒的量比较大 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可能比较习惯于晚上睡觉前 玩手机 看电脑 看电视 这样时间长了以后 他会在睡觉前造成 他的大脑皮层过多的兴奋 所以他的夜间的睡眠质量会比较差 对于症状比较轻的患者 我们建议的是调节他的生活方式 以劳逸结合 睡前不要做这些相对来说 容易让大脑皮层兴奋的事件 而对于睡眠质量确实非常差 很难入睡的患者 或者非常容易惊醒的患者 我们建议及时就医 让妆科的医生去用一些 妆科的药物治疗来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首先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而且我们可以做的 比如说就是劳逸结合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睡觉前 做一些轻体力的活动 就是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 因为有的病人可能 比如说晚上做一些剧烈运动的习惯 这个的话也容易引发 他大脑皮层过多的兴奋 所以我们就适量的活动 劳逸结合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调节 因为有的 有现在年轻人的压力比较大 他可能把一些工作 带到晚上回家去做 然后去总是在想这个工作的事情 会造成他情绪上的紧张 这样的话也可能会 引起他的睡眠质量下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